这就是中国大陆春风摩托,最新自主研发登场的中量及500cc的直列四缸水冷引擎仿赛重机,还有独立研发的首款水冷直列三缸引擎仿赛重型机车,光听这声浪让人很难想象,四缸以及三缸重型机车,中国大陆的春风摩托真的做出来了,过去中天车响家的小编们,常跟大家谈起的是,中国大陆的新能源车进步有多神速, 今天则是要告诉您,原来中国大陆自主研发的重型机车,进步的幅度也很可怕,台湾引以为傲的机车大厂,始终没真的研发量产过的直列四缸水冷引擎,这次中国大陆春风摩托,也就是被部分台湾车迷讽刺是山寨穿骑车型的春风摩托,就在今年的春风品牌日活动中,一口气预告了三款车型,其中中量及四缸仿赛500SR,还有高性能车型675SR,让不少车迷眼睛全都亮了起来,毕竟中国大陆很多车迷跟台湾车迷, 玩车迷一样,对四缸仿赛机车的确情有独钟,但面对欧日机车大厂逐渐高涨的四缸重机售价,春风摩托这颗全新研发的重量及500cc的直列四缸水冷引擎,也预告将搭载在仿赛重机上,这颗引擎采用断铝活塞,斩断连杆和低灌量曲轴设计,能爆发更加精准的动力输出,急速可达230公里。 除了四缸之外,中国大陆春风摩托,过去曾申请过引擎专利的三缸重机也来了,这颗春风首款水冷直列三缸引擎,原厂暗示引擎马力至少超过100匹,的确非常令人期待。 如果您对春风摩托感到很陌生,其实春风摩托早在2022年起就在台湾贩售,而且一口气就推出10种车型,但您一定很好奇,台湾法规目前并未开放中国大陆机车整车输入,怎么会卖起来了春风摩托呢? 其实这些新车是来自春风摩托马来西亚场所生产车款,当然就能合法引进台湾,事实上成立于1989年的中国大陆春风动力,造车已经超过30年,产品涵盖摩托车,全地形车,多用图车, 引擎发电机还有各项领组配件,全球员工超过2000人,其中研发人员就超过200人,目前更是世界摩托车锦标赛,Moro三级别中的参赛车场,把实战经验投入在最新研发的车款上,像是最新曝光的春风摩托四缸仿赛以及三缸跑车,就非常令人期待,未来甚至也有机会引进台湾,要是真的来台,您会想入手体验看看吗?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,感谢您的收看,也请继续支持中天车想家,我们下次见!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,good feel feel good,快点购下单,太阳新全校克菲尔地生菌 搜索中天车想家,或是输入atcticar,就是cticar,就不找到我们了哦